等了三年多的时间 在今天祖先们终于是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了 地方士绅部落事务组长还有景美村民 还有村长都是很感谢 乡公所的用心和努力 结束祖导之后 山寨部落组织人们并且开始寻找自己祖先的那谷柜 来确认要嵌入山寨那谷墙了 修罗人下面代表于金龙 景美村长田广真 部落单部落事务组长金志雄 和部落众们则相当感谢 希望乡公所生命理所的用心和努力 我们的老人家终于要回家了 我们从109年开始 乡公所就积极着手办理这次的那谷墙的兴建 到现在三年多了 我们终于我们的老人家要回家了 谢谢乡公所 谢谢乡长的德政 后面第二期第三期的话 也希望乡公所能够再尽力去促成 谢谢 我们终于要把我们柏拉丹的祖先 祖先祖元要带回去了 然后多年来的会议以及开会 然后表决我们通过说 一定要今年要把我们祖先带回去 更感谢我们大家的努力之下 希望这次把祖元带回去 然后就是说我们祭拜他 不用再跑到我们这边摇脸的秀林这边 因为秀林乡公所这边讲说 已经大力支持我们柏拉丹友好 因为第一期做完了 相对的第二期还会再运作下去 非常感谢秀林乡公所 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 那我们三战部落的祖先 今天有一个回到部落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那非常谢谢牧师 还有各位族人今天一同的参与 那今天是一个非常喜悦的日子 也谢谢秀林乡公所 在生命理所同伦们的协助之下 按照顺序将车山的那谷柜放置在那谷墙里 18号第一批正式嵌入了 部落主人们也在现场确认祖先暗示的位置 并且在这个星期四之前 将那谷柜嵌入山山那谷墙 让祖先回到自己的家乡 记得请一吴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